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女士一家人烧烤时火焰并不大 为什么会发生剧烈爆炸呢 医生检查后发现张女士的烧烧痕迹是酒精烧伤 这是烧烤现场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到张女士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蓝色的塑料桶 家人介绍 铜里装的是酒精 用于引燃木炭 而当时这个酒精筒 盖子并没有宁静 事实上 酒精引发的烧生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2014年 正江的一名女大学生在山口内吃烧烤 服务员添加酒精时引发激火 一生被入住烧伤 引发甚至关注 酒精靠近火源时 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爆炸呢 我们马上进行实验 新闻大学生曾经求证过 绝对不能往火源里直接添加酒精 营重面前摆着一盆炭火 长勺中有200毫升酒精 我们先来试一下 注意安全啊 准备 准备 三 二 一 走 你看 酒精接触火源的一瞬间就发生了爆燃 见出了酒精把脱布也引燃了 但在新闻事件中 酒精只是摆在火源的边上 这种情况下 还有可能爆燃吗 一路在燃烧阵旺的炭火盆附近 放置了一瓶 放置了一瓶200毫升的酒精 像新闻事件中那样 将瓶盖打开 这时候会发生爆炸吗 我们放置了半小时还没有爆炸 先把它拧紧啊 会不会是这个瓶口太小了 酒精的挥发量不够大呢 我们换一个大的瓶子再试一下 现在一路将酒精灌入这个大桶 定离火远一点 然后将这一大桶酒精放在这儿 撤离 两察ант 爆炸了 某人假认神大技着火了 天 装酒精的大壶都已经炸碎并且变形了 最关键的是 模特甲人的衣服瞬间被高温融化 如果是我们真人在边上 也会造成严重的烧伤 伊诺把大桶的酒精放在了炭火盆旁边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从高速摄影机里看到 爆炸瞬间酒精被喷热了出来 在空气中二次燃烧 形成了大桶的火焰 酒精和汽油一样是容易挥发的液体 在开口放置的情况下 会逐渐与空气形成可燃性的气体 如果遇到明火 结果发生爆燃 这个过程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加剧 由于酒精是液体 爆炸会将酒精摊扎到更远的范围 就会发生非常圆满的火焰 我们注意到 一旁的模特甲人身上 竟然看不到明显的火焰 但衣服瞬间被烧焦 这是为什么呢 气体的燃烧 竟然是爆炸性的 水面完成 成组为爆燃 不会产生明显的火焰 但是同样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导致边上的模特被烧烧 专家介绍 酒精极易挥发 一桶500毫升高浓度酒精 在常温下半小时 就会全部挥发 而高温会加速挥发 在周围形成一团酒精蒸气 这个时候 遇到周边的炭火的迷火 就会一发爆燃 酒精气氛越大 燃烧的面积也就越大 西门事件中的孕妇 就是酒精爆燃后身上起火 之前的实验 小瓶的酒精没有发生爆炸 是因为瓶水较小 挥发量不大 那么如果不幸发生酒精着火 我们该如何灭火呢 实验中 伊诺向燃烧了假人泼水 有效地阻止了假人的燃烧 酒精油浴是一个容易流动的液体 如果是非常少量的酒精 你可以用大量的水 将其吸湿的时候让火灭掉 也可以用抹布将其盖掉 专家介绍 少量的酒精起火 可以用水灭火自救 因为酒精易容易水 我们通过实验再来看一下 爆炸酒精 烟火 出水 我们看酒精着火以后 水的灭火效果非常好 浇上去以后 基本上立刻就熄灭了 当被酒精烧着的时候 用水是可以扑灭身上的火焰的 之前有网友做过一个危险的亲身实验 在手上倒上酒精 然后点燃 现在我给它倒进去 酒精点燃后 手上都是火焰 大约一秒后 这位网友迅速用水 浇灭了手上的火焰 虽然有一些刺痛感 但是手臂还是没有被烧伤 所以骑士的用水 是可以灭掉酒精起的火的 如果现场没有水 该怎么办呢 人家打滚是不是能灭火呢 我们继续用摩托甲人做实验 看一下酒精引燃衣服以后 用打滚的方法能不能灭火 现在它的前胸部位已经浸满了酒精 好 开始了 快速的打滚 没有用 灭不掉 灭不掉 灌上酒精 点火 刚才我因为可能速度慢了点 我现在快速的进行打滚 将着火的一方紧续地面 用力的来回打滚 好 火灭了 看来原地打滚的办法对于灭火是有效的 但是要掌握技巧 紧贴地面迅速滚动 那么用身边的抹布或者衣物扑打 效果如何呢 我们继续实验 灭火 这次我用衣物来扑打 灭了 你看 用衣物扑打的方法比较有效 很快就扑灭了 就如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酒精是容易挥发的依然液体 一定要密封放置 并且远离明火和高温 酒精燃具在添加酒精的时候 一定要让燃具中的火完全熄灭后再添加 如果不幸身上沾到了酒精并起火 第一时间用灭火器或水来灭火 如果没有水 可以用随身的衣物扑打 或者就地打滚灭火 继续来说新闻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所以喜欢运动和跑步的人都会选择夜跑了 可最近却有人因为参加夜跑而倒地不起 说是中暑了 夜跑为什么也会中暑呢 既然有人说我烫了 那我得家庭锻炼了 但是这种炎热的天气对于运动的确是一个挑战 很多人就因为炎热而中暑了 前些天长沙流街着就参加了马拉松 因为中暑而昏迷的两天还没有进 这让我们这些爱锻炼的人怎么办啊 你要是爱锻炼就不会碰锻炼了 我明明很喜欢锻炼好不好 只不过长沙美食太多了 糖流巴巴啊 红烧肉啊 臭豆腐啊 回来正题 这种炎热的天气对于锻炼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很多人选择了夜跑 天气炎热爱锻炼的人选择夜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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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住宿了 台湾一男子参加夜跑活动后 住宿倒地不起 被送往医院 体温高达41度 上一夜 长沙美单位 举行夜跑活动 导致四名参加者先后中处 其中肺炎病情严重 被送医院紧急进行急救 那么为什么夜跑也不中处呢 孙长仪首都医科大学 宣物医院急诊科 主任医师 就是自己的一个人体的铲热 和散热的调节机制 发生了紊乱 那么最后造成体内大量的热量 不能够散发出去 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神经症状 夜跑就没有一个太阳直射的问题 但是夜跑如果是在桑拿天 在湿度特别大 温度非常高的环境当中 在出汗的时候带出去大量的盐分 人体内的这种电解质的这个稳乱 平衡被破坏 最后导致血压下降 脑血管充血 甚至最后造成严重的脑窃血 最后导致很严重的神经症状 这就是我们说的中暑 所以夜跑呢 如果没有做到有效的散热 同样是可以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气温32.9摄氏度 而今天正午的温度是35摄氏度 所以天黑以后温度并没有下降多少 那现在开始夜跑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请来了三名求真志愿者 配合我们完成实验 他们都已经做过精力检查 非常的健康 接下来的实验中 他们将跑步半个小时 一号志愿者跑步前 将喝下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 二号志愿者喝下一瓶500毫升的电解质饮料 而三号志愿者将不喝水 实验开始前 医生将测试他们的体温 经过测量 三名志愿者的体内温度分别是 37.5 37.4 和37.6 都是正常值 好了 那么在跑步之前 我们得进行热身运动 防止关节扭伤 好 怀部 膝部 宽部 宽部 腰部都得运动到啊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不能在保护状态下运动 夜跑最好是在晚拍后一小时 咱们现在八点钟 正好 做好准备工作 实验正式开始 怎么样 准备好没有 走好了 好 走 走 您平时跑步吗 好 我跑得少 我跑得比较多 好 那你们现在要跑的话得行距渐进 不能够一下跑太快啊 要不然一开始就很快的话容易伤到死 有的人喜欢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 每天可能都想在软件上刷分数啊 三天不科学 最好的是三天轻薄一点点 那加速 好 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很好 还很好是吧 对啊 三位追求者刚开始的时候 都跑得比较轻松 彼此前还要起后开始跑得快 大概过去十几分钟 自称平时爱运动的伊诺也不见了踪影 二十分钟后 所有人显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活力 开心吧 什么 在手 你怎么了 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 肚子痛 肚子怎么难受了 肚子两边感觉差起吸不上气 你不是不怎么跑步啊 对 平常 平常不怎么跑步 而且 这次是没有喝水就跑步来了 由于志愿者的体力不支 我们决定 让三位先修正一会儿 再继续实验 等到他们的状态完好之后 三位追求者又开启了分跑的精诚 半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跑回了出发地 在健身房经常跑步 然后呢 这次我跑的话呢 没有太大的压力 感觉还比较舒服 因为我之前喝了一点那个电解质水 刚开始跑的时候 跑得太快了 然后到中途的时候 就坚持不下去了 最后 医护人员又为他们测试了体力温度 分别是38.3 38.2 和38.7 三分的体温都有明显的升高 其中 跑前没喝水的代理志愿者 体温升得最高 有1.1摄氏度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李小刚 中南大学乡亚医院急诊科主任 相对来讲 这个不饮水的 它发生这个咒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膳食是通过蒸发出汗 它如果饮水不足的话 它的汗的量会减少 所以它散热的力量就会减少 当然我们出汗出多的话 有大量的液体丢失 不光是丢失液体 还有些电解质力也会丢失 汗液中间有电解质力 所以你引用了电解质力 它相对来讲 它的这个自我调节能力就会很好一些 专家解释 人体运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热量 如果我们补充充足的水分 热量就会随着汗液一起释放 这样有助于预防中暑的发生 另外如果您在运动过程中有大量流汗的情况 建议最好饮用电解质饮料 确保机体保持在电解质平衡的状态下 那么除了做好充足的水分补充 一往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跑步的路上是在白油马路或者是水泥马路上跑 那么这相对来讲是温度的 因为白天的热量都被马路的白油水泥吸收了 在晚上它有一个释放的过程 所以晚上的白油路水泥的温度是很高的 求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夏天气氛高 到了晚上温度下降比较慢 往往还有比较高的温度 这个时候进行锻炼也会发生中暑的现象 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补充水分 另外最好选择树木较多的公园进行夜跑 即便避免在白油马路上跑步 那么还是不慎发生中暑 我们该做些哪些紧急措施呢 第一终止运动 适当休息 到风凉的地方把衣服脱掉 用凉毛巾清水冰镇自己的腋下呀 大腿根啊颈部啊等等这些部位 因为那地方呢有大血管 通过血液循环 能够使你的内脏的温度为降低 如果症状短时间不能够缓解 就必须迅速的送到有条件治疗的医院 进行抢丢治疗 你吃过椰子冻吗 这夏天呢吃起来冰冰凉凉的 刚好很结束 而且据说这每一个椰子冻里面 都含有新鲜椰汁 吃起来风味十足哦 但是最近却有传言说 这椰子冻里面所含的细菌之多 可能会吓死你 这是真的吗 最近网上掀起一股吃椰子冻的风潮 购物网站朋友圈都在售买这种椰子冻 据说都是国务公运 连孕布都可以吃 椰子冻顾名思义 就是用椰子壳装着S果冻的白色椰奶冻 售价在30到40元不等 但是却有人爆出 说椰子冻细菌严育超标 最好不要吃 这是真的吗 求人记者也从网络上购买了几个椰子冻 进行细菌检测 检测人员分别对椰子冻的果冻部分和椰子壳部分 进行了细菌培养 24小时后我们发现 4个样品中 1号椰子洞结成出了208个均落 椰子壳部分均落数328个 2号椰子洞均落440个 椰子壳均落486个 3号椰子洞均落344个 椰子壳232个 4号椰子洞均落336个 椰子壳11个 这些细菌数量代表了什么 能安全食用吗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卫生所主任医师 王磊 这个是代表着食品的清洁状态 实际上空气当中都是有微生物的 在你取出里头的椰子的同时 可能就是微生物的同时就进来了 随着一定的时间 微生物会繁殖 但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繁殖量不是很大的时候 也许食物看不出腐败 但是量超过一定水平呢 可能有一些抵抗力低下的这些人 他可能会出现问题 王老师告诉我们 由于国家没有针对椰子洞的标准要求 但是根据国家果冻卫生标准的强制性规定 菌落总数应小于等于每克100个菌落 我们检测的4款椰子洞都超过了该标准的要求 属于细菌超标 那么如果想吃安全的椰子洞 又该怎么办呢 黄老师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做 如何制作一份好吃又清凉的椰奶冻呢 今天我就教大家来动动手 赶紧跟着我一读一读一读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牛奶 白砂糖 椰浆 保鲜膜 火冻粉 小锅 电磁炉 以及保鲜盒一个 当然了还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新鲜的椰子了 这个呢就是我在新鲜的椰子里边取出来的椰汁 首先我们把它倒进小锅里 再放一点牛奶 加个三勺吧 我们再加大半勺的白砂糖 搅拌 一勺半的椰浆 好 我们加一点小火 然后慢慢的搅拌 直至它溶解 接下来呢我们要加点果冻粉了 果冻粉呢是可以让我们的原料更好的凝固 再慢慢的搅匀 现在我们让它慢慢的冷却一下 接下来 就要用到了保鲜膜 垫在保鲜盒里 封上盒盖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三个小时 你看现在这个棉稠度刚刚好 我们的椰子都已经做好了 假天清清爽爽的 所以大家都爱吃 但是我是提醒大家注意 一个呢是尽量是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冷藏状态下冰箱保存 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小时 接下来是求真科学秀 邓男子和几位超级英雄组成了求真科学联盟 看看今天他们利用科学的力量解决哪些困难呢 各位同学们好 我是今年联盟新请来的梁晓田教授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让我们翻开书 我的盾牌你又可以有盾牌 怎么又到了求真科学联盟啊 等一下 你们两个来干嘛 邓教授和孙祝教呢 我是联盟新请来的老师 我第一次来上课 你们来捣什么乱吗 原来是新来的美女教授 看来这次我赢定了 是这样的 她说她非得我比赛赢她 她才把动盘还给我 不是比个赛吗 你怕她干嘛 跟她比 我跟你比 我跟你比 你有所不知啊 这个是非常简单 但是啊 比了十次 她没有赢我一次 算是她每一次都耍账 那要不这样吧 我今天就代替美女跟你比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知道怎么还还给她 比就比 我们看啊 桌子上 有三个瓶子 里边装满了水 用吸管 在不动瓶子的情况下 把水 装到杯子里面去 谁装得最快 就算谁赢 你们敢比吗 就这么简单啊 嗯 简单 要不试试啊 这样啊 现场找两位同学 和你一起组队 只要有一个 赢了我 就算你们赢 好 好 你有没有信心赢过她 越是有信心 好 耶 好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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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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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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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我还会再回来的 可是 教授 这水怎么从吸管里出来的 其实别说我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会不会是吸管被它搓了个洞 然后用气流弄的 当然是吸管有小空气 吸一进来再吐出去 同气再多 挤压把它挤到 另外一个杯子就去了 虽然小朋友们都猜测是吸管上有蹊跷 但是其实获胜的秘密在于气压 当凉田对着密封的瓶子吹气时 瓶子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多 这之后没有地方吃的饮料 就只能从吸管中被压出来流到杯子里 所以你吹的越用力 饮料跑到杯子里的速度就越快 而这个简单的物理现象 就叫同吸原理 生活中比如马桶或者建筑的排水系统 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原理 今天我们又打败了巴头蛇 嗯 这就是科学感的利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微博上按照新闻大求证 或者添加新闻大求证的微信平台 一切问题告诉我们 求证记者都会为你找到答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咯 咯